柯侯配這個情況之下的勝算是比較大的 侯跟柯要配啊 你先把鋼鐵籃除分掉 如果問題是在鋼鐵籃這一部分的話 朱先生或者侯先生 應該要能夠說服所謂的鋼鐵籃 以國家的利益為重 才有辦法駕駕新潮流 不要小看賴清人跟蕭美琴這個組合 因為Made in Taiwan 美德贏台灣 美德贏台灣 哎呦 沒得贏 果然是妹妹 還有一句 美蘭贏新竹 美蘭贏新竹是一定贏的啊 對不對